终于传出歌手华晨宇和汪峰不和的消息,是谁想搞臭这个节目? 歌手2018最近是越来越火了,前三期杰石姐的一家独大,令观众有点审美疲劳,后四期华晨宇天将神兵,终结杰石姐四连关梦想。 最近两期汪峰拿了个第一,拿了一个第二,三足鼎立的举面令歌手2018越来越好看,总决赛的歌王之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中间产生了。 可能是节目太火了,总不免声是非,传说汪峰和华晨宇录节目的时候发生争执,居然还有图片未证。 其实看节目的都知道汪峰对华晨宇非常欣赏。 汪峰是歌坛老前辈,算是摇滚界的半壁江山,他的很多经典歌曲被无数歌手翻唱,比如《存在》、《北京北京》、《春天里》和《我爱你中国》等等。 在歌手舞台上,汪峰也奉献了很多经典歌曲,他翻唱了很多冷门歌曲,这才是金曲牢,贡献不小。 而华晨宇选择的歌曲大部分是自己擅长的,或者在别的节目翻唱过的,所以成绩很好。 华晨宇是歌坛新人类,很有天赋的歌者,和汪峰一样都是唱作人。 假如七十后汪峰因为名次杠上九十后华晨宇,这说出去也是很丢面的事。 汪峰在节目早就声明过,他没必要证明自己是谁,证明自己的歌坛地位如何。 汪峰的成绩有目共睹。 汪峰虽然是摇滚歌手,但他在节目也一直寻求各种突破,还向华晨宇讨教如何唱RAP,你说他们会翻脸吗? 北京青梅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,知名于平人吴清宫表示,造这种谣的人纯属于挑逝。 想要搞臭这节目。 是这个节目为敌人的还能有谁呢?肯定是竞争对手了,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。电视台收视大战刚刚开始。 不仅仅是歌手2018发声明必要,汪峰和华晨宇独在微博上有爱的互动了一下。 汪峰,听说我们吵架了。 华晨宇,谁说的?找他去,明明是夸我最多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